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四附近的钱粮胡同 一听这名字呀,就感觉它非常的富有 历史上的钱粮胡同呢,还真是跟钱粮有关系 明代在这儿设过钱局 清朝呢,管那个财政部门叫做户部 户部下边呢,管这个铸造钱币的机构叫保全局 保全局呢,有四个厂 东厂在东四四条,西厂在北锣鼓巷 北厂在北新桥三条 南厂呢,就在咱们今天来的钱粮胡同 这里边铸造的钱币是用来发心想的 心想说白了呀,就是那些官员们的工资 在清代的时候呢,管这个心想 也就是这个工资呀,叫钱粮 所以这里就因此而得名,叫钱粮胡同 今天呢,我也是受一位粉丝之托 来钱粮胡同 因为呀,这位粉丝在这儿生活了六年 对这里非常的有感情 他呢,是一位兵哥哥 军旅生涯全部都在北京 好了,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参观钱粮胡同 咱们都知道的 刘伯承刘帅呢 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今天这个视频 咱们一起去参观一下刘元帅的故居 钱粮胡同 东起东四北大街 西至大佛寺东街 南与教子胡同 人民市场西向 钱粮胡同南向 钱粮西向相通 北与钱粮北向相通 眼前这个门呢 就是胡同的五十六号院 从这儿再往前走 大概也就是 二十来米 就是刘伯承元帅的故居 刘伯承元帅呢 也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 十大开国元帅 每个都战功卓著 但是每位啊 也都受过伤 刘伯承元帅呢 受伤也是非常多的一位 大家看这个灰色的墙里边 就是刘元帅的故居 您看这个院子里边呀 有一棵超大的梧桐树啊 这个院子看起来呢 面积也是非常大的 墙上啊 还有这个铁丝网 咱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院里边呀 除了这个梧桐树 还有松树 院子呢 看起来非常的大啊 深宅大院的感觉 院子这么大 但不是刘伯承元帅 一家人在这里边居住啊 他要在这儿工作 要在这儿办公 他是居住办公都在这里的 刘伯承元帅是1959年 迁到北京 入住在这里 大家看啊 这儿有一个灰色的大铁门 这应该是以前车库的一个门 再往前走呢 才是刘伯承元帅故居的正门 大家看这边就是正门 这是一个八字形的金柱大门 这座院子和相邻的25号院 在过去呀 都是金家的宅院 是皇帝的御医 他的后人呢 就是著名的画家 是中国国画研究学会的会长 金北楼 这个整个院落给人的感觉 也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个院子 刘伯承元帅是电视联系剧 亮剑中的学院老领导 所以后来国防大学还专门修建了一处 非常优雅的居所 率员 是专为老院长所建 张爱萍提名 刘帅坚决不肯入住 他说不能让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啊 刘帅呢生活非常朴素 对自己和他的子女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虽然刘伯承元帅已经离我们远去 但是他30年代在红校当校长时 讲的那些军事理论 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样的理论依然影响着我们 那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娜娜的呢 给娜娜点个关注 也希望那位委托我的粉丝 那位兵哥哥能看到这个视频 能勾起他一些难以忘怀的回忆 咱们下个视频见